蜗牛将整个身体挤进壳里,并制造一个盖制圆盘,像舱门一样把自己关在里面,直到干旱过去,他才会再次出门。 另外,和所有潜逃者一样,当他不躲藏也不吃混凝土的时候,他会出去谈恋爱,谈一场缓慢悠长的恋爱。 这位亡命徒不需要任何有关婚姻的承诺,他只想繁衍下一代。 巨型蜗牛是雌雄同体的昆虫。 它能让自己怀孕,但是这种情况不常发生。 它通常会寻找一位伴侣。 两只蜗牛纠缠在一起,然后神奇的事发生了。 交配时间长达十到十二个小时。 它们一年可以恋爱六次,每次能产下多达二百枚卵。 它们大部分时间用于繁殖和进食,而且百分之九十的卵能够存活。 凭着这样的进食频率和繁殖速度,巨型蜗牛这位长相奇特的逃犯很快肆虐整个美洲。